好 台灣貓貓好吃進 這我就用錄影啊 因為這我會上傳存起來 這一家是台中正老海鄉煮肉的 就是我很喜歡吃的 羅式秋水茶就是一種甜甜的 像青草茶的東西 有興趣的可以喝喝看 但是鐵罐會有個鐵罐味道 然後就是 肉跟麵、肉跟米粉、肉跟湯 他們的滷蛋很好吃 他們滷蛋是鴨蛋 所以建議你來一定要點滷蛋 它是滷鴨蛋,它不是雞蛋 然後肉跟麵、肉跟麵 裡面還有豆包跟黑輪 也是都10塊,他們配菜很便宜 所以 吃起來 你就算吃兩份 就是也是150以內 你如果只吃一份還有點菜 大概100以內就吃完 他們礦肉飯跟滷肉飯我沒吃過 我每次都吃肉羹 肉羹在這邊 它在那種 肉羹,然後會配黃色的小蘿蔔乾 這樣 然後給大家看 它上面招牌就有它的肉羹的長相 你就看一下就好了 然後這個本來 台中有三家 一家是在這邊 然後 這邊過去是車站 我等一下走過去給大家看 鎮老牌 台中鎮老牌香菇肉跟復興店 一家是在這邊 一家是在 欸 那個 就那家什麼 綠川 西街那邊 那一家 環境很差 我就去實話 就是因為它店面很小 然後旁邊 又 不像他們有七樓 它所有七樓都白嘛 所以我 建議要吃就來這家 因為那一家我是 吃完一隻老鼠 從旁邊走過去嚇死我 還有一隻尖叫 那雖然說我覺得你不需要浮華的外表 但是以飲食來說 稍微乾淨的用餐環境 還是比較好 所以這家我覺得很好吃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要吃的話 你就來這家吃就好 比較 比較舒服啦 而且走過去 就在車站旁邊 這邊是新站 它在新站 這是復興路 過去是 雙新大飯店跟 家樂福 這樣應該很好找吧 等一下 那另外一家 那是在舊火車站的鞋對面 如果你真的要 你還是可以去啦 只是 以我個人 我覺得這家 而且它吃起來一樣 喔 有一個不一樣啦 就是這家醋加的比較少 它這家的 無處 欸硬要講這個 這是復興站 復興路 台中車站 台中station 對不對 OK 那就公車站這邊超多 我就先不照了 有一個不一樣是這家 醋加的比較少 就酸酸的 味道比較少 所以如果你自己要吃的話 我幾乎每次都要請它多加 你可以請那個 櫃台人員 就是那個 咬肉根的人員幫你多加就可以了 那 以前會有一家在甘城 那個 玩具店那邊 就是在 那個 那哪個附近 就是要outlet附近那邊 本來有一家 本來就有三家 可是那家 兩年前就收掉吧 兩三年前 好像我回台中沒多久 我回台中 一開始都去那一家 那家人又比較少 比較少不是生意不好 就是它不會像這邊 在車站 來往的人那麼多 我不是去吃的人 那麼多 然後又比較好聽 所以我以前 都是先去那家吃 後來就收掉 收掉沒辦法 我要吃的時候 就來這一家吃 所以台中現在應該剩兩家 你就可以來台中的話吃吃看 至少我覺得它還蠻好 因為它的羹是 比較有醬油味的 它不是青羹 不是透明羹 像我在台北吃肉根 麵糖吃到我是透明羹 它的羹跟那個 乳肉莊的 也有點像 這邊是台中車站 乳肉莊也是那種 有點 醬油羹是不是 因為我自己不會 羹好像太白粉 我如果要自己做 我自己 我再去查食物 等出口再說 沒有吃也不會怎麼樣 只是有時候 會比較想吃而已 然後他們的肉羹 肉羹怎麼做的 就是肉漿吧 對 它不是完全的吃肉羹 但是吃得出來有肉 因為它其實它也 很多年 沒有什麼漲價了吧 可是它 欸 很多4045 它就一直是這個價錢 這樣 那如果說你來台中 你從車站出來想吃吃看 你就直接從這邊 然後走過去吃吃看就可以 台中車站 行戰今天改很多 不是改很多 我吃它從 開了很多吃的 我都還沒去吃過 你如果 想吃吃看可以 只是我是跟你說 因為你來台中 你要吃那種 台中開滿久的美食 那一家也不錯啦 我覺得蠻好吃的 那 它的 裝潢就那樣 你也看到了 但這家乾淨 我覺得算是乾淨 你知道 而且它裡面也都有位子 不會太熱 好 那我們這一段就錄完 沒有說一定給我錄到8分鐘 我等一下就跟小伯伯要去其他地方 小伯伯就去貝克回 對 那照到台中車站 給大家看一下 台中貓貓好吃雞 因為像這種 它畢竟是一個開很久的店 我就不要用直播 我就直接 錄給大家看 有需要的人來吃吃看 這樣就好了 好